为了推广在地猪肉 师傅与中央处产会 特别在府前广场举办 2020桃园黑猪肉大赏记者会 现场也展示了一桌猪肉的料理 同时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 鼓励业者申请国产猪肉的标签 增加大家对国产猪肉品质的 对不起产品的识别度 为了推广在地黑猪肉的美味 中央处产会 特别与市府西首举办推广记者会 活动一开场也邀请了鼓政表演 炒热现场气氛 同时市长郑文灿 也与主厨共同料理客家小厂 替活动揭开序幕 那因为从这个肉品市场到摊商 要这个冷 要低温运送要18度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 那我想桃园祭市 产地也是这个物流的这个配送地 也是这个消费地 所以我们的肉品市场是蛮有竞争性的 所以我们的低温冷链的这个肉品物流呢 也会在中央的支持底下尽快的建议 毕竟我们供应给北部地区 大概大部分 大部分拍卖的蜘蛛都是我们供应 如果能量比例可以提高 我们市场里面的摊商可以配合 那我想我们的 国产猪肉的竞争力也可以提高 台湾肉好吃的关键在于经过长期的预众 选拔出好肉质的猪品种 特殊的饰养管理能生产出健康的猪脂 加上台湾多元化的烹调方式 也让在地的猪肉更能展现它的美味 国产跟进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隔 我们就是用国产猪肉的台湾猪的标章来做区隔 同时呢 因为我们用台湾猪肉的这个标章 其实最重要是溯源 整个生产的溯源 我们都能够一步到位 那未来进口的部分 卫物部它有非登不可相关的流向管理 那跟我们在地国产生产履历的 这种国产猪标章的溯源系统 我想我们可以分头并进 来让国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消费选择 是否为了稳定桃园养猪互生产 改善猪场环境 提升屠宰冷链物流体系 也提出了桃园市养猪产业升级发展策略三支建 包含了补助不打折 升级再加码 以及产地标示加冷链 也鼓励业者申请国产猪肉标章 让消费者吃的安心放息 对台湾猪更有信心 桃园有线新闻林佳静 董宇飞桃园采访报导 作为百姓华 对台湾猪肉 是有线新闻的 这一切 我们的材料 那是有线新闻的 有线新闻的 有线新闻